看一下哪一種運動的效果 是更好的 我兩個讓你選了 是這兩個比哪一個更好 A 劍走 B 拔樓 拔 拔樓梯 樓梯用拔的 厲害 拔樓梯 來 我們看KOL怎麼說 這一題的話我會選A 我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因為我家跟我的工作的地方 是有一段距離的 所以我通常都是 然後我光是走路到 一個月我就已經瘦到快3公斤這樣 一定是B 拔樓梯 因為我以前住在高雄 我的房間在五樓 那時候又沒有電梯 所以每天就從一樓爬到五樓 那超級累的 每天爬上去都會喘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比較瘦 而且比較喘 也可以增加心肺的耐力 所以我覺得爬樓梯是一個很 很好的運動方法 好 A 還是B 請舉牌 你們都有人選耶 來 立東 你是健走 一定是健走啊 對啊 因為爬樓梯 我覺得比較傷膝蓋 然後呢 健走呢 你又可以長時間 那你看你說公園阿公阿嬤 他們都在健走 你這種走牌 應該是快走囉 沒有 在健走嘛 然後走的時候 他們都瘦的啊 公園阿公阿嬤沒有胖的 對啊 都是瘦的啊 他們走的時候全身擺共啊 對 有人 之前新聞有人說 有人走三個月瘦了10公斤 健走有沒有 都是在公園 都是在戶外 常常走一走 我家在大安森林公園 師大那邊就會走到師大夜市 然後他會走到 野素雞 或者會走到 下午茶的地方 師大夜市走的時候 又走去通話夜市 對 就是邊走邊吃 那是有命啊 哪有空 那是夜市健康 可是你看到剛剛 通話夜市就走到 通話夜市很遠 那叫做斜雅雞 對 台北市的味道太多了 你邊走哪邊有香味就會過去 師大夜市的 通 熱娃夜市可以啦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爬樓梯 剛剛是在一個單獨的空間裡面 你就知道我想要瘦身了 這專心 我就在爬樓梯上下爬 爬到 爬樓梯太枯燥了 好像地府嶺喔 對 他就是在運動啊 可是就不會 就很專心 就很專心 而且感覺爬樓梯 需要的時間比較短 比健走的時間短 它就可以讓它有那種喘的感覺 運動到的肌群感覺 又是屁股或哪裡比較不一樣 好 從手跟我裡 好 營養師你的答案是 爬樓梯還是健走 感覺是爬樓梯 這也是爬樓梯 不是會傷膝蓋嗎 對啊 兩個選 你們是幾歲啊 感覺真的比較會傷到膝蓋 是下樓梯比較傷膝蓋 爬樓梯比較不會傷 爬樓梯 下樓梯 那我如果用側面的那種 立志型的話 就比較不會 會比較好嗎 就是你要讓你每一步 都是平均的 就是不要讓 下樓梯要坐電梯 對啊 運動的定義就是 一個禮拜至少要有五天 然後每一次的一個運動時間 至少要三十分鐘 那 所以基本上呢 一百三十下其實是有點喘 爬樓梯比較會喘 對 你看喔 健走你是可以選擇走的速度 那如果說你在選擇速度的話 你慢慢地走 基本上你不會到喘 所以你的心跳也很難到一百三十下 除非你就是快走 那如果說爬樓梯 很少爬樓梯不喘的 對不對 就是就算你爬得再慢 往上一定去 對 你通常都會比較喘 所以這時候我們的一個心跳的速率 基本上都會到一百三十下 所以相較之下爬樓梯 就是又會比健走還要來得好一點 不過兩個都是好的啦 那也有研究去發現說 如果你是爬樓梯就是 你每 有研究去這樣子發現的 爬一階多活四秒 對 這樣子 就四秒 這樣叫四秒囉 你又活出來 四秒 我們大家一起來 八秒 四秒 八秒 不是十五階一分鐘嗎 這集播出大家都在爬樓梯 那也不對啊 那原始部如果也沒有樓梯可以爬 人家為什麼活那麼久 阿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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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有波 其實這樣鼓勵大家是不是要多運動 所以選健走的樣子 錯 大錯特錯 來 請噴 接下來這題我都覺得很特別 這個答案 請問哪一種生活習慣 容易讓人減肥失敗 失敗 用藍色餐盤吃飯 B 家中雜亂 完全好像感覺不搭的事情 對啊 這什麼顏色有關係嗎 看KOL怎麼說 你今天不管 用什麼顏色的盤子 對不對 如果你想吃 你愛吃 你盤子裡面裝的是炸雞還是什麼 你還是造屍嘛 對不對 這跟顏色沒有關係 今天就算是彩色的 對不對 他還是一樣這樣給人家吃 除非你說你的那個藍色盤子那麼小 那你只能裝這樣的東西 那你減肥應該就會成功 不然這跟顏色沒有關係 答案選的是B 這是因為呢 不自律的人就是我自己的 之前也說過我自己的家裡怎麼亂怎麼亂 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漸漸年紀開始大 就有一點肚子 然後呢 每一次想要撿的時候 我不自律的 不只是家裡不打掃 睡覺的時間都很不規律 很多時候都管不住嘴啊 想要吃什麼都吃什麼 披薩啊 什麼吃雞腿啊 太多東西了 嘴殘 所以呢 好 A還是B 請舉牌 都有 真的有人會這麼覺得 一路 什麼叫做用藍色的 對啊 因為我覺得我 我有個好朋友 我們去他家 他都是那個鑄鐵鍋那個牌子 不是他的盤子很繽紛嗎 粉色 藍色 紫色的 然後拿出來 然後放了水果 我食物看起來就是食慾很好耶 那怎麼減肥 所以我覺得就會失敗啊 食物都黃色居多 剛好黃跟藍是對比色 它放在藍色盤子上 就很鮮豔會吸引你的目光 那什麼 就吃一下 就會一直吃一次 其實食物你有發現嗎 很少食物會是藍色的 所以它藍色其實反而會抑制你的食慾 是嗎 可是我們很多顏色耶 我之前就是 我朋友他在開餐酒館 然後他就問我說 想要研發一些新的菜色 因為他們水餃很好吃 那我就說那你給我研發那個 的那個顏色 它就是藍色 然後我就研發 那你就那個藍色 什麼東西啊 哪一份藍角這樣子 然後結果他們就研發出來 現在滿多人在賣藍角 對 然後後來就失敗 因為他說那個藍色 看起來就是你會沒有食慾 是不是 真的假的 看起來不好吃 你如果放在藍色彩排裡面 你反而會抑制你的食慾 你反而會減肥成功 所以如果家中你如果很亂 你家裡已經很亂了 所以你一定很容易就減肥失敗 就不是很自律的 對 你沒有自律的嘛 連家裡都顧不好 那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這樣說好像非常有道理 對啊 KOL跟你一樣的相反耶 因為我之前有學那個 色彩心理學 我記得藍色是會去影響食慾 會讓人 不露嘛 但是金色反而會去讓你有食慾 因為你看像外面 可能不管是身材什麼 他們基本上是打黃光 會讓你覺得他看起來 就是很好吃 黃色會有食慾 對 OK 好 我們看看營養師的答案是 答案是 真的假的 真的 藍色呢 這種比較偏 真的是有去做一個醫學的研究 我發現說 其實對於這樣的一個顏色的 一個食慾 你是會下降的 但是反之如果像是紅色啦 黃色啦 或是白色 就會讓我們比較會有食慾 你都講得對嗎 說那個 這個應該是 聽起來會比較吃 所以我們是在問外面 吃餃 要看好不好吃 好菜是可以吃啊 我們可以快選擇換餐具 或把家裡的巧避 對 換一盤耶 還有大份的耶 還有大份的 大籃角 不是 還有硬的嗎 有 我喜歡吃放冷一點 OK 一籃角 對 我們還是講 為什麼家裡雜亂會 讓我們比較容易減肥失敗 是因為 其實當然就是 不自律可能也是原因其中之一 但是主要是因為 我們在一個比較雜亂的環境下 對於這個雜亂的環境 其實我們的大腦 它莫名當中 它其實是會有一個壓力存在的 所以如果 吃 怒吃是對的 對 如果你真的想要減肥 然後又不知道原因在哪裡 請先把家裡打掃乾淨 對 了解 好答案出來了 那選A的 噴 那老公如果要幫助老婆減肥 就親自下廚幫她做籃角 對 不是塗車藍色也可以 老婆喔 來 吃我做的藍角 一盤要加在七層藍色的 對啊 那 對啊 可以 而且是一盤喔 對 下次啊 我想看到妳 我想看到妳 我想要看到妳 我想要看到妳 就是現在 脫胖 就站在這裡 一副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了 我是OK的 小姐不惜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東森娛樂台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